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7月9日发布公告 提醒在哈中国公民注意防范不明肺炎 并援引当地媒体报道表示 6月中旬以来哈萨克斯坦多地肺炎发病率较同期显著升高 7月10日中心社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专家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目前中国疾控中心并未收到来自哈萨克斯坦 关于该肺炎疫情的相关信息 只能从专业角度分析可能性 我们得到消息和你的消息是一样的 从我们来看是新冠的可能性比较大 第一个的话它现在是在全球大环境流行的情况下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呼吸道传染病如果起始发生 它发生在生下的情况下很少见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讲 它现在的病死率的情况 应该说还是在新冠肺炎的病死率的范畴以内 据媒体报道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10日否认了该国出现致死率超过新冠病毒的不明原因肺炎 称那些病例很可能就是新冠病毒病例 对此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原首席科学家曾光认为 哈萨克斯坦疫情与新冠肺炎的关系目前不好判断 我觉得这问题的话情况现在不明了 你看他说的这些信息上也跟我们知道的信息 有些信息也不完全一样 因为哈萨克斯坦的话这个新冠病毒的肺炎的话呢 说从美国的话那个 那个霍普吉斯大学报道的话它已经5万多例了 跟这个关系到底什么关系我们不太清楚 曾光指出面对不明朗的情况 在哈中国公民应高度警惕做好防护 至少我们可以做的话就是少外出吧 戴口罩保持距离 亲戚少 甚至要可以戴上眼罩 曾光表示目前不应轻易对疫情下结论 从中国的角度 当前最重要的是严格防控 我们主要要拔好陆路口罕 对从那来的 然后都要加强的话监测 我觉得总而言之的话呢 应该高度警惕这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遇疾病于国文之外